你講的又不是真的 你又不是本人 你就只會出一張嘴 對 這樣言論是可以的嗎 不管J朋友怎麼說 鏡頭前總是沉穩淡定 難得說出一點情緒性發言 我不是女生 什麼是女生 林玉婷奧運摘金後人氣飆漲 反台第一個代言挑中衛生棉 喊出slogan要外界別多嘴 可能身材看起來就會比較 壯碩或是比較精壯 那大家就會認為說 你不是女生該有的樣子 所以這句話很完美的詮釋了 我這個人 我的人生 代言合作從奧運前就開始接洽 金牌加持 粉絲超捧場 林玉婷形成滿檔 也開始學會注重形象 在路上可能比較多人 想要要求拍照 那這個部分呢 我就會去想要說 學習要怎麼去化妝 你沒有時間的話 我就戴上口罩 一遮 就是變成一個大真美這樣 粉絲J星熱度高 但打拳訓練才是日常 畢竟名古屋亞運 兩年後馬上登場 我是很鼓勵玉婷 朝更高的級別去做挑戰 不過這要跟整個 中華代表隊的教練們做溝通 畢竟量級的改變 會影響到所有選手參賽的權益 畢竟自己已經完成自己人生目標的第一個大滿冠 那再來就是挑戰第二個大滿冠 東京奧運升為第一種子 卻爆冷輸給菲律賓 十六強提前出局 教練信心喊話回日本插旗 帶領台灣女兒朝世界權後邁進 金新聞胡科強增加 宣傳採訪報導 大賊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敬善敬美 敬好新聞